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随意殴打型的寻信知识确实有存在的恶利性 它可以弥补故意伤害 追得打击不足 因为故意伤害对于轻伤它是不处罚的 随意殴打他人 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 法教就说了可以出五连以下的寄属性 拘役或者管制 随意殴打他人的随意 那它其实就是一种流氓动机嘛 所以寻信知识打击的 也就是传统的 老百姓心目中的 老百姓印象中的那种严重的流氓行为 司法解释对于谁的解释呢 它有两种 一种是无事生非 一种是借故生非 无事生非啊 就是没有任何缘由的寻求刺激 发泄情绪 逞强耍恨 别人好好的吃饭 你去对别人进行这个骚扰 被人拒绝 还老羞成怒 大打出手 这不典型的耍流氓吗 那还有一种是借故生非 也就是小题大做 张三点了一碗馄饨 有点闲 张三把服务员叫过来 说怎么那么闲啊 厚闲厚闲的 那服务员理事呢 非常非常的忙碌 集中中的过来 说大家都不觉得闲啊 是不是您口味有点当啊 要不给您重新做一碗 可能你吃了蛋 那李氏呢 也许口气没有那么的温柔 急躁了一点 像我说话很急躁 张三当时就把馄饨拖在李氏脸上 揪着李氏的头发一顿猛打 说咋了 还嫌我口味雕是吗 把这些馄饨给我趴在地上吃了 这就是典型的小题大做 解雇生 因此呢 如果打人事件导致他人轻伤 那就属于故意伤害和寻进知识的想象性格 从于重罪 当然如果只是打成轻微声 没有导致轻伤 那可能就直接订寻进知识 也就可以了 寻进知识其实处罚呢 可能会更重 他比故意伤害自身轻伤的处罚更重 因为他最高可以判到五六几度性 当然如果把他打成重伤 那其实也是故意伤害和寻进知识的想象性格 故意伤害自身重伤的处罚 就会更重一点 最高可以判到十六几度性 孟子说 彻影之心 仁之端养 修恶之心 意之端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